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人生毁与选择恶友 揭秘避开毁一生的三大的标志 今天我们将要探讨一些让人心生阴影的话题 因为越是内心阴暗的人,越喜欢谈论以下三个方面 在选择朋友的时候,我们需要格外的慎重 因为朋友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选择了正确的朋友,人生之路会更加的顺畅 反之选错了朋友可能会毁掉一生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呢 选择恶劣的朋友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人生 让我们共同努力远离那些能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的朋友 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不能盲目的相信每一个人 如果你发现身边的朋友,常常谈论以下三个话题 可能他们的内心存在阴暗,对你构成潜在的危害 趁早远离这样的朋友,不要深交和陷入悲观的情绪中 首先,注意观察是否具有极极的言辞 首先,注意观察是否有消极的言辞 如果你的朋友总是沉溺于负面能量的言论 整天抱怨和哀叹 那么与其在这样的人身边受一道影响 不如果断地保持距离,以保持自己的极极的形态 其次,警惕表里不一的朋友 生活中存在一些人,表面上对你有好推崇 背地里却说一些虚情假意的话 试图用假意获取你的信任 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只会让你吃亏 因为务必划清界限,保持警觉 第三个是要注意极度的偏执的言辞 一个人的言辞往往折射出其人品的修养 而偏执的人言辞往往意味着 一个人的性格的极端和不稳定性 与之为伍可能会让你陷入不必要的争执中 甚至心生疲惫 因此远离这样的性格的极端的人是明智的之选 在人际关系中 人们的言辞往往能够反映出其内心的真实的状态 对于内心阴暗的人 他们往往会表现出言语的悲观 言辞表理不一 言辞极度的偏执的特征 这样与这样的人交往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希望在今后的余生中 我们能够插亮眼睛 远离那些可能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的人 选择与积极乐观 真诚温暖的人为伴 使人更加的美好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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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